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目标 但不是只用台湾当目标 让我们不要自己背后入座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看红潮不放心上 知政府凭经济 严理开放入资入股 而对象就是IC设计 知外界质疑 一旦开放 恐怕硬朗入市 中国的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业者来台湾投资 那事实上他们集团内 也有可能是有自己的IC设计公司 所以会不会导致未来国内的一个 IC设计的技术的一个外流 我想这个也是未来台湾的一个业者 必须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产业龙头联发科回应 开放不是坏事 让外界开始点名 入股对象是不是它 马卡龙色系机壳 小米推出的红米Note2 搭载的处理器就是联发科产品 两家的好关系也难怪外界点名 而大陆电信龙头终于移动也是对象 因为业界倾向化敌为友 既然这个红色供应链的一个崛起 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一个事实 那么业者就认为 不如就是直接的这个参与它 那么扩大跟他们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么也能够确保未来在整个中国崛起之际 台湾的厂商也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其实联发科早就出手 去年大陆政府投资6000亿 扶植半导体 其中一档官方基金上海五月峰 联发科砸下15亿成为股东之一 对抗红潮获释化敌为友 也让台湾企业不得不选边战 3日新闻的一块中台湾报道